洗顏粉是傳統復古的洗臉產品嗎 它可是相當符合現在環保的無水保養喔 加上可以洗淨毛細孔 讓皮膚滑不溜丟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酵素洗顏粉一直是日式保養的特色 但是你知道嗎 最近有很多歐美的品牌 也推出了酵素洗顏粉 今天我也請到了同事 一起來幫大家試用 到底酵素洗顏粉 有什麼神奇的魔力喔 加利寶黑碳酵素粉 加利寶可以說是酵素洗顏粉的十組 它們大概已經推出好幾十年了 它們酵素洗顏粉的靈感來源 其實就是那些釀酒師傅的那個手 就是非常的年輕漂亮 因為這些裡面就含有酵素 那這個加利寶它的這個包裝 其實就像一顆一顆的 你很好拿捏它的用量 可以特別在你的T字部位 或者是毛細孔 就是一些粉刺啊 黑頭粉刺比較多的地方 它就可以輕鬆的把一些 囤積在毛細孔的髒污跟油脂 代謝出來了 那這個黑碳呢 是今年推出來的 其實它一推出來聽說啦 大概才不到兩三個月 它的銷售已經超過它經典的 白色的一個酵素粉 我本身是屬於混合性肌膚 它成分中的分解酵素非常的厲害 可以很輕鬆地去除臉上的污渍還有角質 那重點是洗完臉後完全不會覺得乾色非常清爽 上妝也非常的補貼 然後我個人非常喜歡它的單獨包裝設計 非常的輕巧 很適合旅行攜帶 非常方便 Papa Wash 木瓜酵素起鹽粉 其實它在日本也非常非常久了 大概有37年的歷史 那它今年也進入台灣 它裡面也是利用一些酵素 去溶結你角質裡面的一些老肺的蛋白質啊 角質跟一些油脂 那它裡面用到的是青木瓜的酵素 而且是有機栽種的青木瓜酵素喔 那使用方法也是很簡單 就是倒在賞心加點水 就可以溶出泡泡來了 大部分的一些美容產品 其實不管是水 或者是乳衣或者是霜 它其實裡面最多的成分就是水 那你知道如果是水的話 它就是因為水裡面可能會產生一些細菌啊 所以它就必須要再添加一些成分 像是滯菌劑 讓它不要產生細菌 然後可以長久保存 那像這種乾粉式的這種保養品 因為它沒有水 所以它就不用再添加很多的一些 滯菌劑的一些其他的成分 所以洗顏粉 這種乾式的粉末 它的成分就比較單純 所以我才說像這種乾式的洗顏粉 是比較環保 那Papa Wash 的洗顏粉 它其實有很多很多種款式 像有經典款 還有美白款 還有就是適合孕婦使用的 無香溫和款 那都是你可以去做選擇的 我自己的膚質應該是混合肌的 使用這瓶的酵素的話 它用量還滿省的 就是它一小點然後就可以洗全臉 然後洗完也沒有什麼太多的緊繃感 上臉的時候不會有顆粒摩擦的感覺 但是它的粉很細 所以我可以洗全臉 然後起泡的速度也滿快的 Orbis 雙重酵素結鹽粉 它有號稱是毛細孔吸塵器的一個暱稱 那大部分的這種洗鹽粉 它就是含有兩種酵素 就是蛋白分解酵素跟皮脂分解酵素 那為什麼一直要講蛋白分解酵素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卡在毛細孔裡面的那些老肺角質 它其實就是一種蛋白質 所以我們要用這種蛋白質的分解酵素 把它瓦解掉 把它分解掉 那另外就是卡在毛細孔裡面還有油嘛 這些老肺角質跟油就會造成粉刺的產生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東西清除掉 就可以把毛孔變得比較乾淨了 之後它再給它保濕 它就會稍微緊緻一點 那Orbis的這個酵素 這兩種酵素它是來自絲瓜萃取的酵素喔 所以呢 大家如果夏天真的有就是毛細孔粗大的問題 真的非常適合使用這種 可以分解一些毛細孔 一些髒污油脂的一個結鹽粉 我這混合肌就是T字部位會比較油 那這一次試用這個Orbis洗鹽粉 它的去油力非常強 所以每天使用的話 會很明顯感覺到毛孔被結進 但是因為連續使用5天的話 我覺得到第四第五天就是 兩頰有點比較明顯的偏乾 所以我之後如果再繼續使用 應該會一週使用3到4次就好了 那我是第一次使用洗鹽粉 然後其實覺得蠻新奇的 就是到出來是粉質 然後加水之後搓揉起泡 它的泡量也很適中 不會就是太多泡泡 它會覺得洗不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夏天使用這一罐會覺得蠻清爽的 Dr. Barbara Stern 深層淨化酵素結鹽粉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來自德國的這個品牌 它這個是Dr. Barbara Stern 它其實是一個骨科醫師喔 它專門幫病人解決 就是關節炎的困擾 那Dr. Barbara它最有名的case 其實就是幫NBA的籃球明星 Kobe Bryant 就是進行一個膝蓋修復的手術 那這個手術是怎麼做呢 就是抽取Brian他的血液 做成蛋白質 再注射到他的身體裡面 就進行一個膝蓋的修復 以及可以加速他傷口的癒合 那這個手術非常的成功 所以讓這個醫生非常的有名 他就把他治療關節的這個 手術的概念 研發出保養品 所以他的保養品就是幫助肌膚 解決任何的發炎的困擾 那這一瓶就是酵素洗鹽粉 真的是我覺得蠻特別的 他一樣是利用兩種酵素 幫肌膚就是解決 就是老肺角質的堆積的問題 跟皮脂堆積的問題 只是他的酵素呢 是利用一個枯葉桿菌酵素 可以溶解那個角質層裡面的 一些老肺角質 以及降脂酵素 就是解決皮脂的問題 一樣效果非常好 那除了這兩個酵素之外呢 他裡面還加了一個 天然的木纖維的成分 所以呢 他洗起來會跟一般的 一個酵素洗鹽粉比較不一樣 一樣是加了水之後呢 就是你就是慢慢的化開來 他好像還會有一點點小小的顆粒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一個天然的木纖維的顆粒 就是你在洗臉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就是有那個 酵素的一個溶解的效果 以及就是木纖維那種 有一點點小小的微小微小的顆粒 在幫你做一個表面的去角質的拋光 所以你洗完之後 你的皮膚會蠻涼的 然後再加上 他有一些保養成分 像是維他命C 可以讓你皮膚比較換亮 那因為他裡面還有就是 我剛剛說的那個 木纖維的一個去角質的效果 所以呢 如果你的皮膚是屬於比較乾的 或者是敏感的 或者是比較中性 那你就不要天天使用 你大概就是一個禮拜用兩次 三次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男生 就是皮脂那種分泌很旺盛 你可以就是次數多一點 就會有很好的效果 我的膚質是有點乾性偏敏感 然後這一次的使用心得 覺得他可以完全取代 一般的去角質 因為去角質有點太刺激 那這一個他洗鹽粉 他是深層的 但是他不會刺激 也不會乾澀 重點他清洗得非常乾淨 然後也不會乾澀 有保濕的效果 他對我敏感的膚質 不會造成紅腫或發炎的現象 但我滿喜歡他的味道 因為他比較清新自然 然後也很方便攜帶 FANCO淨膚結鹽粉 接下來我要介紹兩款洗鹽粉 它跟之前的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不含酵素 那也不是說它不含酵素 就洗不乾淨 它也洗得非常的乾淨 而且它也很溫和 就適合天天使用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 方科的這個洗鹽粉 其實方科就是日本標榜 就是無添加 不含防腐劑 比較溫和的一個品牌 那他們的包裝 其實滿多都是那種小容量 因為它裡面就是不含防腐劑 所以都希望你 新鮮 現打 現開 現用這樣子 這個洗鹽粉呢 它裡面是用氨基酸的衍生物 所以是非常一個溫和的 一個清潔肌膚的成分 再加上呢 它就是呈現弱酸性 就是跟你的皮膚的一個 PH值完全一樣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溫和 那它洗的方法也是一樣 就是打開來 把粉末倒出來 加點水 那這一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附了一個這個洗鹽 一個海綿 就是你加了水之後呢 加上這個海綿 它其實可以搓出非常柔密 很綿密的泡沫 所以呢它就可以讓你享受 洗臉那種很豐富的泡沫 把臉洗乾淨的一個感覺 我平常是混合偏乾的膚質 像芳科這一款我最喜歡它的 它就是因為它的是無添 沒有添加防腐劑 然後它們其實也是訴求成分 比較天然 所以保持期間比較短一點 大概半年左右 它的泡泡是偏比較細一點 然後你搓久一點 它也是可以搓得 比較豐厚彈一點的感覺 那洗完之後 其實它臉就是很乾淨 但它不會乾色 香奈兒盡量結鹽粉 最後一個啊也是我就是 今年很愛的這個香奈兒 這個系列 因為有follow我影片的人 應該都知道 我在年初的時候呢 有拍就是香奈兒 他們在今年推出了這個 永續環保的一個系列 就是香奈兒山茶花一號 它同時裡面也推出了 這個洗鹽粉 也是我覺得是 在歐系這種頂級品牌 第一個推出這種很日系的 洗鹽粉的一個系列 這個紅色山茶花一號 都是Clean Beauty嘛 所以它從裡面的成分 還有它的包材 全部都是走環保的系列 那當然這個洗鹽粉 也是屬於比較環保的一個做法 那它的這個 這個洗鹽粉也是不含酵素 也是非常的溫和 所以你洗完臉之後呢 它不但可以溫和的 把你的臉洗乾淨 而且會有明亮感 那因為它裡面還加了 它們的明星成分 就是紅色山茶花的精脆油 所以你洗完之後 也不會有那種緊繃啊 很乾燥的感覺 反而是那種亮亮的柔滑感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這種 具有環保意識的這種解鹽粉 香奈這個山茶花的這個解鹽粉 也非常好喔 我個人的膚質是乾性 然後有點混合 就是有些女生是T字會比較油嘛 然後別的地方會乾 就是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用解鹽粉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它是有一點點淡淡的味道 但是完全沒有就是我不喜歡的那種 比較化學的感覺 用完了之後皮膚是不會緊繃 跟用清水洗臉的感覺很像 但你又有那個很好的香味 然後有那種很高級的感覺 然後皮膚用完有比較嫩的感覺 以上就是我介紹 今年最環保的洗鹽粉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 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看夠了 まぁ鏡頭髮明的頭髮 放在那裡 會注意後 按照Same 學習把鏡子放很滑 這好 就可以拍到 想 sucks 那 consigo